第五百八十八集 如此双簧 敖天空越打越憋屈 自己的修为远远高于楚岩王 但对方这把剑却实在是太犀利了 自己的剑虽然不是什么真品 但能够戴在身上的也都不是繁俗货色 难想到与对方的剑一碰 就立刻变成了朽烂了数万年的铁渣渣 敖天空本就号称是万剑皇座 向来以剑闻名 而且身上长剑层出不穷 最拿手的手段 就是一上来就被敌人将自己的剑打飞 然后趁着对方欢心的时候 拔出另一柄剑 猝不及防的突袭 有时候甚至能够双手同时运行五柄剑 同时进攻 万剑皇座之名 便是由此而来 可这位万剑皇座 今天遇到了楚颜王的九节剑 却顿时如同一群小老鼠 遇到一只老猫 被对方不仅一一击溃 而且一一吃掉 苍狼一声响 这位万剑皇座最后的一柄剑 也变成了铁片 张着双手张网后退 楚一座一声长笑 意气风发 长剑如鱼点一般 展开了箭矢 奋起攻击 正是痛打落水狗之事 奥天空连连躲避 狼狈不堪 百忙中回头一看 只见自己那方面的人竟然按兵不动 大哥奥天行的目光 冷电一般的射过来 寒森森的没有半点表情 奥天空心中一冷 险些中了一剑 他顿时明白 这次出来 大哥恐怕是下定了决心 要清洗掉自己这些人吧 突然间有些后悔 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过着多好 为什么非要去争什么抢什么 楚阳一直没有真正的下杀手 就是在看奥氏家族这些人的反应 一旦对方出动救援 那就证明奥邪云猜错了 那么自己就必须为现在的情况 想出合适的应变办法 如今终于放心 冷冷一笑 杀气四溢 突然间 空中出现了星空一般璀璨的千万里剑芒 铺天改地的落下 一点寒光万丈芒 奥天空大叫一声 身上三处中剑 他虽然是黄奏无品修为 但这些年养尊处 游下来 别说战斗 连手指头都没擦破一点皮 骤然受伤 虽然这点伤对于一般的江湖人来说 几乎微不足道 可放在他的身上 竟然是痛彻心扉 狼狈的翻滚出去 鲜血不断的流出 声音已经颤抖的变了调 楚阳王 你欺负手无寸铁这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句话一出来 奥氏家族内边的人 同时面红耳赤 可真是丢死人了 不要说是奥氏家族的六爷 就算一般的江湖人 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 这句话几乎就等于是求饶了 我本来就不是英雄好汉 楚阳忍着笑 我最喜欢的就是以强凌弱 拿着神兵利器 欺负手无寸铁的人 敖天空连滚带爬 劈头散发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大哥 大哥 救命啊 竟然叫起救命来 他平常也算是心急深沉 有野心 有手腕 但二十多年养尊处优 却早就失去了那种江湖人的热血 变得怯懦 如今 无边的杀技临身 死亡的感觉笼罩 竟然心智大乱 变得比普通人还要更加不如 任何人 任何强者 只要你能击破他的心理最底线 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强者 都会立即崩溃 远处 傲天行的脸色 更加是深沉的吓人 眼中的神色羞怒交加 楚阳哈哈大笑之中 突进天下又何妨 再次出手 傲天空已经嚎哭起来 拼命的连滚带爬的向后逃走 一道剑光临冲而来 雪光飞溅 傲天行的身子被钉死在地上 九节剑发出一阵红色的光芒 傲天空的身体慢慢的变得枯干如柴 随即便如同腐朽了千百年的骷髅一般 消散成一地惨白的白骨 叮的一声 楚阳拔出剑来 向着对面深深的看了一眼 转头而去 对面没有动静 楚阳这边自然也不可能有动静 双方心照不宣 这场战斗只是个由头 或者说抛砖引玉 从这里开始真正的对话 也就是说 开始进入奥氏家族极定计划之中 楚阳王 你杀了我六弟 就这么要走了吗 傲天行跨马向前两步 沉声问道 果然来了 与预料之中一样 楚阳与莫天机两人的嘴角 同时露出神秘的笑意 那是看透一切的机巧 而一边的奥斜云的脸上 则是一片苦涩的笑意 楚阳停下身 一声冷笑 想必奥家族不会看不出来吧 如若我落败 现在就是我躺在地上 江湖征战 你死我活 这很正常 他顿了顿 更何况 你们奥氏家族攻击我们在先 难道我们就该接连的受到侮辱吗 仅有此事 傲天行眉头一皱 胡说八道 我们家族怎么会不断的攻击你们呢 他说的很意外 很震怒 演戏吗 那自然要演全套了 一个老狐狸 一个小狐狸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在第一次见面 还在敌敌的情况下 居然就展开了这样一次心照不宣的亲密无间的合作 楚阳哼了一声 你想不到吧 他们不仅攻击我们 还顶着奥氏家族的大旗攻击了谢氏家族 让谢氏家族几乎灭族 简直不可容忍 是谁这么无法无天 难道他们不知道谢氏家族乃是我奥氏家族最坚实的盟友吗 这句话就定下了基调 无法无天 楚阳冷笑一声 无法无天的事情 你不知道得多着呢 你还记得你的儿子奥歇云吗 小犬 哦哦我自然记得 不过小犬失踪至今没有下落 哎 奥天行叹息 人人都知道他是假惺惺的背痛 但看他表情听他声音 却似乎是真的一般 楚阳怒道 可你们奥氏家族六大天才 不惜一切 也要杀掉奥歇云 会逼得奥歇云失踪 你这个当父亲的 竟然还蒙在鼓里吗 谁敢杀我儿 奥天行大怒 我儿可是奥氏家族未来继承人 正因如此 才杀你儿吧 放上 奥天行一声抱后 两个人就像在唱一出荒诞不惊的双簧 两边所有听到的人都觉得滑稽 但彼此说的话 话题却是越来越危险 大哥 你 奥天峰急急忙忙的叫道 面如死灰 闭嘴 此事没有弄清楚 谁敢说话 我必将他碎尸万段 奥天行大吼一声 奥天峰惨笑起来 真的完了 此事你怎么得知 奥天行似乎不信任的问道 我怎么得知 因为就是我救了你儿子 楚阳一声大笑 你救了我儿子 奥天行分明很激动 欢欣鼓舞几乎雀跃的大叫 他在哪呢 奥奥 你在哪 众人怪异的目光注视下 奥邪云满脸黑线的走了出来 拿下蒙面金 目光哀怨的看着自己父亲 知道您在演戏 知道您在清洗 可这小犬嗷嗷的这个名字 你有必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叫出来吗 我所有的兄弟可都在这儿呢 你今后让我怎么抬起头来做人呢 你方唱吧 我登场 奥天行与楚阳已经将这场戏唱得差不多了 自然轮到奥邪云的表演时间了 在奥邪云的指控下 奥氏家族六大天才这段时间做的事情 终于真相大败 奥天行气得胸膛不住喜福 竟然挖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 他愤怒的大叫 把这帮混蛋给我拿下 奥氏家族的清洗终于找到了由头 或者说 奥天行一手策划的这场大清洗 终于到了落幕的时刻 奥氏家族这次一共出来六百人 几乎是皇级高手清朝而出 但属于奥天峰等人的 大骂了几句就被当场打晕 奥氏家的清洗是应该在自己手里完成 但父亲却将这一切都做了 对于自己将来的成长 无疑是少了一份残酷的磨练 奥邪云愁愁了好久 眼中神色变幻 奥天行紧紧的凝视着自己儿子的眼睛 等待着他的答案 楚阳咳嗽了一声 奥邪云终于鼓起勇气 敢问父亲 若是今日落败被勤的 是你我父子二人 这几位叔叔会如何对我们 奥天行眼睛一亮 好 好 他欣慰的带着些许心痛和矛盾 成大事者不可有富人之人 手足相残虽然残酷 但却可以保全性命 你不杀他 他就杀你 既然他已经开始对付你 你就不必有任何的不忍或者联系 因为他已经不是你的亲人 血脉并不能成为束缚一个人的借口 奥天行慢慢的教诲 经过这样的惨剧 无形中你的心就会坚定很多 但这样也有弊端 毕竟死在你手下的是你曾经的血亲 所以心灵中难免会有心魔 所以一般一个成功的上位者 修为绝对到不了巅峰 因为在他上位的过程中 会有太多的不必要的杀戮 与阴谋诡计汇聚在一起 就是良心不安 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这点你尤其要注意 所以我们奥氏家族 虽然找借口 虽然也耍手段 但一直以来 只要他们不对付我们 我们就绝不会出手 我们并非不知道防患于未然 也并非不知道先下手为强的道理 而是我们必须给自己制造一个理由 哪怕是自欺欺人 但总要有个理由 再不济 也能安慰自己 因为不管谁胜谁负 总是他们先对付我们的 这么一想 心中便会心平气和 纵然愧疚 却也不会很严重 所以这次 我特意的派出他们 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动手的理由 也是给我们一个清洗的理由 奥歇云难难道 难道 难道父亲您就不怕 怕你被他们杀死 不 你不会这么容易就死掉的 奥天行淡淡的说道 不过 若是你真的就这么死了 也只好说明 你命该如此 清洗计划就取消 从此 下一辈的大权 就让了出去 奥歇云恶然以对 实在不知道 父亲对自己的信心 竟然达到如此地步 因为你不同于我们 奥天行压低了声音 你是我们奥氏家族 一千多年以来 出现的第一个 可以不担心生死的人 奥歇云顿时就投云目眩 一千年来 第一个可以不担心生死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第588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